朱若你好 这是早上刚下班呗 你好你好 拎着啥东西啊 买点水果 一行早上买的呢 那咱上楼吧 回家说好不好 夏金主角曾凡路 59岁离异三年 搬车司机约收入5000元 有房无负担 都感觉丁净的 这挺亮头的呢 因为前面都没有遮挡物 对 我这个是回前楼 然后前面是一个三天 挺好 这多好 而且正好是第一台 要不就挡着是不是 那就不行 挺干净利索的 是不是每天早上捡起来 五点 五点钟就起来 自己吃早饭呗 这是我的小屋 这小屋也放一个床 对啊 我两个屋睡 这个屋有点弱的 没有 我没有 这两个屋有点凉的 说平时自己下不下厨啊 我自己不做饭谁够做的 那他应该手应该不错吧 也不行 憋的 憋会了 这么多年没发过面 前几天我发面蒸了一口包子 怎样呢 包包子包不好包饺子吧 因为捏出来前面是一个死者 成功吗 成功 很成功 那馅儿呢 馅儿自己搬着 馅儿调子也挺好 好吃 反正自己做的都好吃 觉得 饺子这么大 虽然没包过饺子 但是过村姐的时候 没事自己也包了 不会反皮 但是连感带撑 曾凡路大叔 今年59岁 在这个年纪 才开始学做饭 那真是无奈之举 用他的话说呀 但凡是男人 谁不渴望过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安分日子呢 只是自己没那么幸运呢 我实际上是两段婚姻 怎么说呢 就是按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来讲 就劈腿了 然后呢 我俩就离了 我想说的是第二段婚姻 第二段婚姻呢 我是05年离的 是06年认识的 认识以后吧 说心里话 就是说 按我女儿的话来讲的话 可能是报复她吗 我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我俩登记了 不光登记了 而且还大操大办了 第二段婚姻 反正头几年还行 挺好的 觉得也不错 这个因为受过伤害的男人吧 就是说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一顿听好受不了 明白 所以说真想好好经营这段婚姻 所以说我是用心经营这段婚姻 但是呢 还是没经验好 就是有的时候 他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你觉得过分是在那儿 买一件衣服 我得给他钱 给我买一件衣服 我得给他钱 交卫生费了 人家他叫完了 回来的跟你说 三五十块钱 售卫生费来了 我也得给 登记了 咱俩不是大火锅日子 我俩分开好几年了 你看这那小床没有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撤 因为啥 开车这个东西 腰紧盘突出 前列线 这都是开车久了的毛病 他就在那个床子上 我说咱俩换个硬件 到床边 不行 我要睡软状睡光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腰疼了腰涮了 那我就得自己上小五 你先不说吗 冰冻三尺 非日之寒 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以后就觉得这个人 不是我到最后 所要能依托的人 两段失败的婚姻 把曾凡路伤得不轻 也让他一度对再婚 失去了信心 但是一个人的日子 真的不好过 所以考虑再三之后 曾凡路还是决定 再找个老伴 这次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理解他 而在这理解中 还有个最重要的 那就是必须支持他的爱好 你说你的那个爱好 跳舞 是什么级别的呀 反正我教人没问题 但是我从来没教过 他们在这里 从来没看我教过谁 但是我教的都是基础 叔叔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带你 但我不会跳 所谓的两步慢 叔叔你这么的 你边教我 咱边演示一下 行不行 来吧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这就是标准的慢四步 你等三步 慢三 梅花交叉 你看 这是啥呢 开始 它就是左一脚 右一脚 你不别退 叔叔你能不能讲个音乐 给我们展示一下 讲个音乐 对呀 我跳一个 来个专业的 学舞必须从基础部开始学 对啊 你不把你走的都不对 你家人手上动作 他能跳对吗 对不对 叔叔你能真给我跳吗 谢谢啊 我觉得你要是找一个会跳舞的 你家人家的老婆 是 叔叔 曾环露 阿姨 杨萍 小孩子 出汗了是不是 阿姨 把我往右边走 不用拖鞋 不用拖鞋 啊 相亲对象 杨萍 55岁 离异 退休金1000元 独自生活 无负担 你先问吧 女生先 叔叔也可以问你 嗯 你先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男女就不用介绍了吧 能看出来了 那个我挺爱开冷笑话的 因为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这么多年 条件呢也就这样 因为啥 我伤不老伤不孝 我是离婚的 嗯 离婚 很多年了 中间还有一段 有一段 我们在一起登基结婚13年 后来就反正就是 怎么说呢 感情不合吧 我是这样的 离异的 我离异很久了 98年 然后我一段婚姻也没有 嗯 嗯 就是 因为孩子小了 8岁 嗯 一直带到孩子 上大学 结婚 嗯 第二段 一年你们俩过了13年 最主要的一个人是什么 是经济吗 不是 就是说不在一个频道顶上 两个人 那你必定生活了13年 我感觉 我头五年我俩啥事都没有 后一人五六年的时候 我俩一整个超上去了 阿姨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那种 比较善解人意的女人吗 嗯 我是 我不像有的女人 会打仗 怎么骂 那我都会 嗯 就是 也就像这么大声音嘛 咱俩讲一讲 实在讲一块 那也没有办法 那你 你属于比较温柔的那一种 我反正我性格脾气还挺好 我轻易 这一点作为女人来讲 挺 那个男人挺喜欢这一点 杨平自认 善解人意的性格 是曾凡露比较满意的 既然是理解人的那种女人 曾凡露也就大胆地说出了 自己心里的担忧 可这话说出来以后 两个人的相亲 还能顺利进行呢 另外我还告诉你 我还会跳舞 经常跳 啊 到啥场合去跳 上午听 那你说 经常跳舞的人 那能过日子吗 能过日子 那怎么说吧 这个东西 你不是说你经常跳舞的人 他不是过日子的人 现在人过了五十多岁以后 都注重他自己的身体 爱音乐 爱跳舞 但是吧 我还是那句话 人靠他的自律 不是靠谁砍着的 那你跟你第二人棋子 是在舞厅 认识是什么 哪个 第二人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那你要以后退休 有时间 不得经常去舞厅 你要会跳舞 可以跳舞去 我会跳舞 我也不去 为什么 我不要传统 总跟异性接触 你说 是不是 跳舞都特别 不怕日久 就怕生情 特别是啥 你就是那帮跳花样 然后那都是有 隐藏的感情在里面 其实以前 跳舞的男士 我是不考虑的 感情以后 能不能专一 我担心女子点 我也没尝试过 是尝过跳舞的 就是说 跳舞必定得有五个二 天天的接触 人家大多数的男性 也不愿意 嫌弃这个女子会跳 我觉得跟他 远高中 比较费劲 所以说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关于这个舞的事 一直在这个 这个断练的身体这方面吧 就是他好像存在很多的 那个心理顾虑似的 没有必要再跟他 说很多的东西 因为你跟他以后 再生活在一起的话 也是肯定有别的事啥的 那你老这么跟他沟通的话 有点费劲 我担心是啥 当你退休了 你觉得没啥事了 那我就可以天天去听 那就这样 就是你们男人 有这些爱好 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害怕 我还得想工作几年 那这个事 阿姨就是想我工作几年 但是你也尽量少去那地儿 你这个这样吧 我听说你要工作几年的话 实际我苦就苦了一年 咱俩还真就没啥太大谈的了 我也会 你说你还会跳 而且我说再你跳 你还不去跳 那健身的方式有好几种 我总精武器的人 我就觉得人家 行 我明白了 行了 咱俩吧 这个不在一个点子上了 嗯 嗯 因为他的顾虑太大 就是找不着共同变 我再说一句 到家的话 人 渴了喝水 饿了吃饭 这句话能不能 那看你咋理解 我跟你掰开说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天天有自己媳妇 我去找女人 真是渴 这是渴 那要来的话 咱说新的话 我自己家的媳妇 对我很好的话 我去外面找情人 有意义吗 今天喝白开水 要喝的觉得无味了 那我可以换饮料 那不这么就换了 对不对 你一点比我理解的透 家里还是故意 我听这一话 便往下进行 还伤不到一起去 阿姨 好找不 好找啊 还可以吧 就定到这了 对 他定到那边了 你一说小天池 我又上那边去 行 那咱上楼吧 走吧